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重回宾州险遭暗杀地造势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现身站台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接受一连串媒体访问 展开最后冲刺 南韩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下降 包括身位犯罪 吸毒 走私 赌博等涉案 程度持续增加 几乎与成人无差异 却能以恶作剧或出犯逃避惩罚 成为南韩新社会问题 海伦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多州 又由密尔顿飓风持续升级 直扑而来 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海伦飓风重创全球科技供应链 累计215死 是2005年卡催纳以来最致命飓风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 全球九成的人呼吸着超标的脏空气 光是车辆与工业废弃 每年就可能导致450万人早死 观众票晚安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从今天算起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全国投票日只剩下30天了 倒数30天非常的紧绷 目前选举的态势看起来 贺锦丽和川普依旧是紧咬对方 到现在还是呈现五五波 在今天非常难说 谁有可能分出胜负 那么川普呢继续狂扫摇摆州 而且他特别到了七月份遭到刺杀的地点 也就是宾州的巴特勒郡 报道当中你会看到从上空空拍 这个宾州巴特勒郡 他的川迷是满坑满谷 造势会场完全挤爆 在这个拥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州 那么看起来呢挺穿的是非常死忠 而且在这场造势会场上 特斯拉的马斯克第一次现身站台 大力的为川普催票 让现场的情绪完全沸腾 而贺锦丽呢 现在在本周是展开密集的传媒 数位媒体的双管旗下的宣传 他将上遍各大传媒媒体和网络平台 他主要抓的是中立选民的选票 不过对贺锦丽来说 他的整个竞选团队 希望立刻切割 现任执政不利跟贺锦丽之间的关系 报道最后指出由于川普呢 由于拜登的本周有海外的出访行程 让贺锦丽的团队感到相当的振奋 松了一口气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30天 两位候选人支持度呈现紧张拉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末分别前往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和宾州造势 他特别前往7月遭刺杀的地点 宾州巴特勒郡 搭乘的专机从造势场上飞过 稍后幕僚公布空拍照片 显示支持者几乎塞满造势场合 川普已打不倒的英雄之姿 牢牢吸住支持者 7月就表态支持川普的特斯拉执行长 X社群平台的老板马斯克 周六也首度显身站台 马斯克蹦跳上台 让支持者情绪沸腾 马斯克表明自己是死忠的 Mega支持者 赞扬川普遭刺杀时 展现了勇气 同时还不忘挖苦退选的总统拜登 马斯克要求支持者 从现在开始就以简讯催票 他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示 如果川普没当选 这将是最后一场选举 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 周末行程野蛮党 海伦飓风重创东南部数周 周六他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灾区慰问 贺锦丽竞选团队也宣布 从这周开始贺锦丽会接受传统电视台访问 上脱口秀节目 他也会针对那些已经没在看电视的中立选民 接受网络平台和热门Podcast的节目访问 周日他就在最受欢迎的Podcast节目中 回应川普副手范思的五子猫小姐说 川普与贺锦丽支持度始终在误差范围内 支持以色列又无法要求停火 不少人决定转投绿党候选人史坦 民调显示史坦将在总统大选中拿下百分之一的选票 支持度仍然持续上升中 上周五贺锦丽也前往密西根州 与当地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社区领袖会面 贺锦丽表示会朝和平的道路努力 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选民要求禁运武器给以色列 并立即促成停火 否则不会投民主党 贺锦丽也急于在选战最后一个月走出自己的路 无论是在内政经济和中东议题上 摆脱外界对她是拜登延续的印象 但偏偏拜登总爱把贺锦丽拦吊吊不断绷倒忙 她是一个我们所做的主持人 包括我们所做的计划 我们曾经说我们不能通过 她的工作人员就在我们所做的计划 拜登即将在周四访问德国和非洲国家安哥拉 为期一周的时间 贺锦丽竞选团队终于松了一口气 有幕僚甚至透露 希望总统能在国外待久一点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刚刚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阿拉伯裔 那么选民还有穆斯林呢 这张票呢很难投下去 针对美国现在依旧力挺盟邦以色列的立场 想到加萨走廊的近乎屠杀寺的杀戮 事实上已经整整一年 一年前就是10月7号 由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 1200人死亡 绑架250人 以色列立刻对哈马斯展开猛烈报复行动 报复已经整整一年还没有停 到过目前为止呢 这一年来加萨超过4万巴勒斯坦人丧生 200多万人没有了加 而加萨也已经变成废墟 一整年后战争没有停止 持续外扩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交火 以色列防掌放话不排除任何选项 而这一天以色列的人质也还没有回家 各地举行悼念仪式 全球各大城市挺以色列 还有挺巴勒斯坦的民众 双双走在街头示威 爆炸声连同火光划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夜空 在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周年前夕 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加萨双双发动新空袭 在恐攻一年后 不仅以哈战争没有结束 以色列又对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另辟新战场 周日晚间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 在第三大城海法洛下造成五人受伤 以色列时间7号早上6点30分 一年前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刻 当时参加诺瓦音乐节的罹难者家属聚集默哀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也到场置一 现场也播放当时音乐节的最后一首歌 家属无不拥抱室内 更有人痛哭失声 同一时间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 则聚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官邸外 两分钟的警报声复制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的惯例 根据以国官方 目前还有101名人质在加萨 当中三分之一可能已经丧生 这天人质影像一张张投影在耶路撒冷旧城墙上 并写上365天 不少人质加速直指政府为了军事目标忽略人质 周日前往以军北部司令部视察的纳坦雅胡 如今恐怕不止无心谈停火换人质 更准备挥军黎巴嫩 以色列是否是胜利的一代没有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乙军在加萨永无止境的轰炸 几乎已让世界忘却 以色列惨遭哈马斯毒手 一年前的弹痕血迹至今历历在目 这场突袭导致以色列1200人死亡 约250人被绑架 周日犹太裔法国人在巴黎铁塔附近示威 呼吁释放人质 在柏林等地也有停以色列集会 悼念一年前罹难的民众 不过以哈周年前戏 更多的是挺巴勒斯坦人潮 从华府 纽约 欧洲各大城市 到雅加达 伊斯坦堡 喀拉吃街头 都涌现挺巴示威者 抗议以色列的杀戮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当局 加萨战争至今42,000人丧生 230万人口大多流离失所 以色列周日宣布 对加萨北部的贾巴利亚 发动新一波空袭和地面攻势 称哈马斯在当地又有重新集结的迹象 下令住在难民营的平民再往南撤 但许多人早已是逃无可逃 现在不止加萨成废墟 遭以军连续大规模轰炸的 贝鲁特南部近郊 也是这副模样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之际 因停止送武器到加萨 以色列痛批武器禁运的说法可耻 不过法国并不是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去年仅提供约3300万美元军备 美国才是大宗 自开战以来 给了以色列至少179亿美元军援 创历史新高 提醒新闻综合报道 阿拉伯之春还在您的记忆里吗 北非这个国家土尼西亚 刚刚举行总统大选 出口民调显示 现任总统萨伊德得票率高达89.2% 但投票率不到三成 民众抗议 原来的总统专权 那么声浪十分激烈 在土尼西亚的街道上 几乎只看到 总统寻求连任的竞选海报 旗帜飘扬 投票前也没有公开辩论 专家分析 如果现任总统真的当选 继续掌权五年 土尼西亚恐怕会向埃及的脚步 回归专制 让当年阿拉伯之春争取的民主梦 彻底破灭 挥舞国旗 高声喝彩 大批土尼西亚民众 聚集在街道上欢庆 祝贺现任总统萨伊德 在六日的大选中 获得压倒性胜利 根据出口民调显示 萨伊德一共获得将近九成选民支持 相较于伊反木前盟友 马格扎韦的百分之三点九 以及在上月入狱的商人扎迈尔的百分之六点九 得票率高出许多 几乎可以确定胜选 不过在投票前几日 土尼西亚各地爆发了好几场抗议潮 许多反对萨伊德的民众上街示威 控诉这个把持国家五年的总统 打压异议人士 并且要求公平选举 投票前一天 各候选人也出奇的 没有进行竞选集会或公开辩论 城市街道上只能看到 萨伊德的竞选海豹飘扬 全然没出现选前应有的热闹气氛 一片静悄悄 果不其然在六日投票结束后 土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 表示这次大选投票率只有不到三成 是2019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率的一半 这次选举本就被视为 土尼西亚民主实验的最终章 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多国 埃及、利比亚、夜门、土尼西亚 推翻了独裁统治 开始尝试民主路线 后来埃及回归专制 利比亚和夜门陷于内战 土尼西亚是至今唯一 还有在实行民选的国家 但这一切都随着 萨伊德2019年掌权后发生巨变 为了巩固身为总统的权力 萨伊德先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开除总理暂停国会 推动修宪 后又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等反对派人士 展开日益严厉的打压 引发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专家分析指出 若再让萨伊德统治 土尼西亚五年 恐会摧毁这个北非国家 多年累积的民主成果 甚至走上埃及的老路 变回专制国家 因此尽管萨伊德的支持者 仍然深信他会为国家带来好的变革 但从其他选民对政治冷感的反应看来 这场不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 非但没有让土尼西亚迎来改变的希望 反而打碎了阿拉伯之春后 人民心中的民主梦 TVP新闻总和报道 几哈战争到10月7号整整一年 而乌俄战士打个不停 10月7号是普京的72岁生日 现在军备弹药 乌军都失去优势 依旧顽强抵抗 那么维持中立200多年的瑞典 在3月加入北约之后 10月4号宣布 2025年瑞典要把一支部队 送进拉脱维亚驻扎 协防北约盟国 2024年3月7日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会员国 10月4日宣布要将军队送过波罗的海 600名瑞典军人 2025年将驻扎在拉脱维亚的北约基地 拉脱维亚有相当长的边界 与俄国和白俄罗斯接壤 该国与临近的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二战期间都曾遭苏联并吞 今年1月也有共识 波海三国要共同兴建掩体 与通讯网路等防御设施 不过9月8日 俄军无人机就在拉脱维亚境内坠毁 这让波海三国更加紧张 不到一年时间 瑞典决定打破200年来的不结盟原则 并在加入北约后火速派兵海外 600人的装甲地面部队 包括义务役与职业军人 表面上北约各国都说力挺乌克兰 其实是唇亡齿寒 又怕北约被卷入战局 尽管新上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 清访基辅重申挺污 还谴责中国 通过其支持 对俄军业的党业 中国变成了 在俄军在俄军上的军事 我们不要忘了 俄军在俄军的战争 这意味着俄军 乌俄两军各自声称有斩获 乌克兰东部守军战情告急 俄军以十倍的弹药优势 逼退阵守乌东战略重镇 狐利达尔的守军 掌控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领土 俄罗斯国防部更声称 10月4日在盾内刺客附近激战 造成乌军400多人伤亡 使多辆装甲车遭摧毁 不过乌军仍在40公里外的塞利多夫 顽强抵抗三面来袭的俄军 希望守住盾内刺客尚未实现的国土 8月初杀入俄国境内的乌军 也依然在恶近库尔斯克 距离莫斯科不到400公里 占领了850多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成绩显然没让普清满意 8月底时普清要求俄军 10月1日前将入侵乌军赶出国境 但10月7日普清72岁生日 他期待的礼物显然跳票 乌军参谋总部表示 近日在战场上使用风暴阴影导弹 摧毁俄军指挥所 乌军情报单位表示 10月4日在被俄军控制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成功用汽车炸弹 惩罚一名乌克兰籍员工科罗基特 因为这名电厂高层过去就是恶碟 电厂被俄军占领后 更交出不挺俄国的员工资料 协助镇压自己人 行程对比的是乌军第65独立机械旅 同样在扎波罗热地区 代号舒斯特里29岁的机枪手 已经驻扎在此地两年多 战前已退役的他自愿再入伍 过着被无人机追杀 也猎杀敌人的战场生活 战火中的第三个冬天要来了 许多乌克兰人更加怀念过去的岁月静好 乌克兰记者跟随这对不想离开家乡 赫尔松的老夫妻 冒着被炮击的危险 在破败的市区巡回味时 被主人留下的宠物狗 赫尔松地区的地涅波罗这个街区 他们记得乌军光复赫尔松时的开心 记得恶军炸毁水坝 家园被淹的惨况 可怕的现况与记忆中的美好重叠 10月4日恶军炸毁附近的天然气站 二死六伤 但老夫妻在生活一辈子的城市 依然依依不舍地每天寻行 只为多看一眼老友和老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2024年进入最后一季了 这一年地球持续不断地创高温记录 同时空气污染在2024年已经到新高点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 全世界九成的人呼吸的都是超标的脏空气 您觉得你我呢 光是车辆和工业废弃 每年带走全世界450万条人命 受害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国家 每年至少450万人 其实算是阳寿未尽 却因为空气污染提早去世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9月5日发布惊人报告 城市空污是夺命元凶 最常见的车辆与工业空污 可能引发气喘 呼吸道疾病 肺癌或心脏疾病等 450万这个数字 大过瘧疾病加总的全球死亡人数 世界气象组织还报告 空污的主因除了城市日常活动 还有农业与烟火 8月起巴西两个雨林州许多起烟火 9月更往巴西中部蔓延 助长烟火的因素是干旱加上空气变干燥 而这又是因为雨林大面积的被砍伐改成牧场 树林的寒水粒全被牧场的经济利益牺牲 巴西人民的健康也被牺牲 黄昏夕阳在雾霾中朦朦朦朦朦 而日间也没有天光大亮 卖边之坦的小贩感觉到 户外光线变了 空气也不一样了 巴西近期已因为空污能见度差 取消了40多架次航班 野火难免 笼罩亚马逊州首府玛瑙斯市的浓烟 则是来自南方圣保罗州的人为纵火 警方目前怀疑巴西最大黑帮PCC 报复政府取得甲燃料消异 在2100处甘蔗田放火 烧掉59000公顷甘蔗田 损失超过6300万美元 波利维亚状况也不好 原本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 是全国乌车日 讽刺的是强调环保与空气清洁的日子里 情人们只能在雾霾中情景 波利维亚民众在空污中强烟欢笑 庆祝全国乌车日 联合国专家特别提醒全球注意 空污受灾最严重的 还是中低收入国家 因为他们的经济经常位于全球供应链底层 更常牺牲自然资源 留下各种污染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有一项惊人的研究 显示从1980年起 40年间 全球因空污而提早死亡的人数 至少1亿3500万人 而声音现象等气候模式 还可能加剧空污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放逐7天的中国大陆十一长假 周一是最后一天了 那么来回顾这十一长假 当然简点的呢 就是他们的内需经济到底有没有冲上去 目前看起来呢旅游是挤爆了 同时在十一之前 大量松绑释放利多的房地产市场 也的确收到了效果 在报道当中我们会看到 在十一这个长假里面的安徽黄山 还有因为电玩孙悟空 星星的热点山西小西天 挤爆的情况简直是匪夷所思 今年的十一电影票房不理想 只有2023年的七成 至于房地产市场呢 看房跟交易都相对火热 香港股市呢 十一只放了一天 观察香港股市做指标 上周一直持续大涨 让大陆股民非常期待 周二A股开市会有最好的表现 大陆七天十一长假 进入最后一天 民众也纷纷带着行囊 返回工作地点准备开工 这让过去几天被人潮塞爆的 多个长期知名风景区 以及过去相对小众的风景区 终于重新获得安宁 包括因为网友拍摄丛林探险影片 而快速在网路走红的 云南冷门风景区 埃劳山 十一期间因为游客过多 超级长的车阵 天天堵满上山的狭窄道路 游客大多是为了 争夺美丽的云海日出景色 还有因为长假期间 住宿不足与费用太高 被大批游客充当临时住处 甚至拿出睡带睡觉的 安徽黄山厕所 至于山西省小县城内的 小西天风景区 则是因为电玩黑神话悟空 而突然爆红 十一期间更因为 涌入太多游客 导致排队等待的时间过长 游客一度集体怒吼示威 而长假期间 人气火爆的除了风景区之外 电影院餐饮与百货人潮 也颇为可观 只是今年十一票房表现 明显不如去年 反而是在房地产市场上 与去年十一假期 有明显的不同 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 大城市的售屋中心 人潮滚滚 夏日的首日 那我们的包括来访量和成交量 都多了翻倍不止 那在我们来访量有200多组 然后成交量有45套 而且获得追捧的不只有新屋 就连二手屋市场也交易热络 前一二号的话 是总计是五单 是近几年就历史的成交新高 刚需客户入市更迅速了 现在从购房者这边来看的话 他的这个购房的信息更足了 这些本身有必须买房 或者换房的需求 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进场的 刚需买家 收到今年十一前 大陆官方推出的 一系列降房贷 降头期款 甚至取消限购等措施的激励下 他们终于有勇气下单了 甚至于开始有外地客 看准当前房价处在相对低位 趁机抢进一线大城 选购合适的投资标的 除了房市出现 亏为已久的热潮之外 资本市场更是蠢蠢欲动 中国不少券商在十一期间 安排人员值班 或提早收假 加班加点处理开户 或咨询需求 过来现场咨询一下 因为其他大部分的业务 就是现在手机APP啊 什么这些就都能直接办了 但是两融这个 可能还是得来现场 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较方便的这种衍生工具啊 我就想着准备上 目前呢 我不林贵办理新开两融战户 是今年一到八月新开总和 我们在国庆期间 仅开户数这一项呢 我们就较上一周增长了 百分之二百六十六点六六 业务咨询量也是平时的五到六倍 让这些有意在周二 A股开市抢上车的散户 摩拳擦掌 充满期待的原因 就是假期前 大陆官方所推出的 大规模放水 与支持股市政策 成功让长假期间 只有休市一天的香港股市 交易特别热络 恒胜指数在过去两周 上涨的达到百分之二十四 而日均成交金额 超过了三千亿港币 比起上半年的日均的交易额 上涨幅度达到百分之一百八十 再加上大陆发改委预告 周二A股开市当天将召开记者会 针对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展开说明与问答 被外界视为官方有意继续推利多政策 炒热市场 因此中国网络甚至传出 A股周二有可能一开盘就出现大量涨停板 让A股变相提早收市 但也有分析坦言 港股近期虽然持续涨势 但盘间时长暴涨暴跌 获利回土的幅度也比平时更高 预测A股开市后也很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需要留意风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两个星期内遭到两个强烈预风侵袭的 就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美国的佛州才刚刚遭到海伦预风肆虐 这个星期三又会有新预风密尔顿接连报道 朝佛州直扑而登陆 佛州已经紧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准备七年来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 目前海伦预风对佛州北卡六个州 造成了惨重的灾情 死亡人数超过230人 而且持续攀升 是美国本土2005年Catrina预风以来最致命的风灾 那么由于已经冲击到了一个专门生产高纯度石鹰的小镇 因此现在晶片生产 由于原料的供应缺乏 有可能进一步冲击到全球供应链的下游 马路断成好几节 树倒淹水车子淹没 一场重创 美国多南部的海伦预风才刚走 又有新的预风来报道 且再度朝佛罗里达州直扑而来 佛州当局将展开七年来规模最大的舒散行动 以因这个已经从热带风暴升级为一级预风 且持续在墨西哥湾增强的密尔顿 密尔顿飓风正以每小时85英里的速度 往佛州西部逼近 预计周三登陆 让才刚刚经历海伦肆虐的居民不敢大意 全家出动来把沙包填满 防范这场不到两周内来袭的第二个大型飓风 目前为止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已经在东南部城镇 加派超过1500名人力 各地当局也就有风险的地区 发布强制性和自愿性的疏散命令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 烟水灾情可能威胁数百万居民 特别是部分地区才因为海伦飓风陷入泥岭一片 密尔顿来袭恐怕僵尸的危险情况加剧 当局也正麻不停蹄清理善后 上个月底 海伦飓风从佛州登陆后横扫六个州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0人 且还在攀升 因为仍有多人下落不明 成为美国本土自2005年 卡翠纳飓风以来最致命 好雨引发的烟水 泥石流等灾情 约半数的受害者都在北卡罗兰娜州 再来是南卡和乔治亚州 没准备好但并非不知情 如今看着死亡人数持续攀升 学着把根本问题归咎于社会的不平等 灾后重建直路漫长 海河并断电断网 水源不足等复杂情况 许多居民甚至没有资源重新开始 另一个可能受冲击的则是全球科技供应链 因为在北卡罗兰娜州 米切尔县 这座人口不到2200人的城镇 斯普路斯派恩 有两座矿专门生产世界程度最高的石英 在海轮飓风过后 必须好几个星期才能恢复矿场的运作 晶片出货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 可以回想上一次2021年 因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晶片短缺 目前一些晶片制造商 还有几个星期的高纯度晶片供应 得以维持生产 TVB的宣众报道 差不多记最新的消息 高龄89岁的日本上皇后美智子 今天早上在住所跌倒受伤 最新伤势曝光 上皇后大腿骨折 将会在星期二上午紧急动手术 这个月将迎来的90大瘦 上皇后美智子的健康状况 让全日本民众相当关注 来看东北亚另一个国家 南韩青少年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 包括吸毒非法赌博数位犯罪 年龄层不断下降 有三个南韩国中生吸食冰毒被逮 还有南韩国中生设立赌博网站 涉案人数多达1500个中小学生 而普遍的无人商店 也变成他们的犯罪目标 有九个学生透过社群认识之后 一起洗劫好多家无人商店 整个洗劫金额高达台币20万元 社群平台的普及在南韩成为 一个年龄层下降的犯罪温床 青少年犯罪新闻接连不断 南韩犯罪年龄持续下降 但最新的严重程度却逐渐上升 无人商店如雨后春笋般 在南韩各地区涌现 本是为了节省店价劳力成本 也方便民众使用 没想到碰上青少年犯罪组织来作乱 无人文具店老板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 前一天晚上一名学生大啦啦走进商店 强行撬开自助结照机 不到五分钟将里头现金全数带走 而且嫌犯不止一人 九名学生似乎集结成了偷盗小队 已经洗劫超过20家无人商店 窃取金额累计达到870万韩元 因此讨论的是这群青少年并非同学或朋友 而是透过Cakaotalk和Telegram 等社群平台的开放聊天群组认识 并组成的犯罪组织 也就是说网络社群和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已成为犯罪温床 而南韩近期重点打击 利用AI声位技术合成性影像的犯罪行为 也传出涉案者多为青少年 10到19岁的一度占了75% 将照片上传到身位技术程式 只要几秒几分钟就能轻松合成出照片和影片 如果滥用技术制成色情影片便是触发 但多数南韩青少年却缺乏违法的意识 而随着社区媒体成为青少年的日常 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暴力 情色等不适当的内容 甚至让南韩孩子们沉迷于毒品和赌博 去年被逮捕的毒贩中 19岁以下者就有1477人 和10年前的不到1%相比 已经激增至占整体的5.34% 根据南韩警方数据 青少年非法赌博案件也在急速攀升 去年数据显示 每10名犯罪者就有3人是未成年 甚至还传出国中生带头设立一架值 高达2亿韩元非法赌博网站的案件 不让青少年陷入犯罪陷阱 专家一致呼吁从社群媒体下手 加强网络安全 但这一做法恐怕人会引起部分孩子反弹 目前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开始实施 所有青少年的Instagram账号 预设为不公开 用户只能从以追踪账号接收讯息和被标注 而暴力等敏感内容也被严格限制 这项新措施明年1月开始 南韩也将上路 当地民众评价量极 南韩政府要想透过社群平台 限制用户接触有害内容 打造干净网络世界 恐怕是个困难重重的任务 DVS新闻 增合报道 问题插播最新消息 今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刚刚揭晓 得奖的是两位美国分子生物学者 安布罗斯和鲁夫坤 他们发现遗传物质小分子核糖核酸 可以调控很多生物的基因表现 让科学界更加了解癌症的生神机制 因而获奖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focus 今天的国际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